欢迎回来 传统的华人社会不鼓励表现情感 先少把爱挖在嘴边 而学校教育也总是要学生 好好读书 很少教导如何面对感情问题 但学校没有教的事情 并不代表不会发生 不会遇到 在真实世界当中 求爱不成的情杀案 或亲密关系暴力事件 不仅屡屡发生 甚至发生程度远比大众想象的还要严重 在卫福部的统计当中 2022年 那么当时所看到 亲密关系暴力案件就高达56497件 甚至连续7年 每年都超过5万件 那么去年才刚刚上路的跟骚法 近一年之内 有多达2999件的通报 而情侣相处 从告白到交往 以及如何好好说分手 这些都是需要好好学习的情感课题 正确的两性观 如何避免被伤害 那么从学生时期到成人阶段 谁来教我爱 我们继续带您一块心思 2014年9月 台北市发生恐怖情杀案 你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 在掌向前秀穿着洋装的女大神 走进派出所报案 要报的对象 就是紧跟在后的学长 小的时候大人都教孩子们 好好念书 考上好学校 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他们 如何谈爱情 找出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他们会教我怎么跟人相处 可是爱情这一块 比较不畏生 要定义什么样子的关系是情侣 就 就不会想要交女朋友男朋友 可能太久没有交女朋友吧 现在有点没有感觉 怎么确认关系 就是直接问啊 就是直接问他 愿不愿意跟我当我女朋友这样 大学生的爱情困扰千奇百贵 在台大就有社会系教授 开了一堂爱情社会学场场爆满 我保证一辈 我保证一辈子爱你 这绝对是骗人 我只说我保证这一辈子 我如果不爱你 我会跟你讨论 这就不是骗人 台大教授孙中兴 是1996年全台第一个 在台大开爱情课的老师 在世兴大学 也有心理学教授 张昭能开了爱情心理学 开课超过二十年 张昭能观察到 对现在的学生而言 爱情不再是必修 大学生 你现在在校园里面 放眼望去 从来没谈过恋爱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他那个比例高大四成 四成 有四成 从来没有谈恋爱 可以看得出来 同学对于爱情的追求 显得相对消极保守 有也可以 没有不可以 没有也没有关系 因此张昭能鼓励学生 爱要从行动开始 爱情心理学不只是心理学 爱情是行动学 你如果只知道 你没有脚没有挂出去 你还是原地不动 所以呢 我就会出爱情行动作业 去做一件 有助于你感情升温的事情 在台大还有学生 画被动为主动 创办看电影学爱情课程 每学习有两千多人 抢修爱情学分 下学期预计的上课人数 可能会是80到100人 忠祐三年前与女友分手 饱受失恋痛苦 她翻遍心理学图书 自学摸索恋爱学 大六时更开了一堂 看电影学爱情 引起广大回响 这一开始就是 因为我很难过 我就看了很多爱情的电影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是想要在这种电影中 可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然后透过用比较客观 第三方的角度 然后想说 他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然后也许可以反思自己 可以怎么样做 学生们认为 年轻人追求的爱情脚本 跟上一代很不一样 然后时间到了 就找一个人结婚 我们对于爱情的那种 那种自由恋爱 那种浪漫的爱情 我们会更加的渴望 我们现在选择非常多 然后甚至 有些人会使用交友软件 然后就是很容易 就认识到新的人 这时候在面对问题 很多人就会选择 放弃而不是去找 一个解决办法 追爱过程难免跌跌撞撞 千挑万选找到另一半 踏上红毯另一端 迈入人生新阶段 相爱的两人 婚姻中遇上生活磨损 难免出现冲突 去台湾有 五万六百对夫妻离婚 其中离婚的婚龄 中位数7.95年 外满五年离婚 占了34% 可以说结婚五到八年 是婚姻危机的高峰 不想轻易放弃 有的人选择走进资商市 向心理师寻求解答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或为什么是 现在这个时间 你想要来资商呢 我好像越来越失去 我自己觉得压力很大 听起来有点失落 也有点挫折在关系里面 心理师罗慧群分析 完婚世代遇上中年危机 更容易对婚姻价值产生质疑 本来我跟你结婚 是夫跟妻的关系 但是生了小孩以后 就会有父跟母的关系跑出来 所以当那个角色开始 错冲复杂 混乱 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非常容易引发冲突 如何让他们的关系 能够修复甚至更好 我们会要求他们去约会 找时间去约会 心理的问题靠专业资商协助 夫妻之间房市出现问题 性治疗也成了另类的婚姻急诊室 也许有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事件 突然间就从此不行了 我们可以去抽丝剥茧 去把问题找出来 一年不到十次的无性夫妻 也成了婚姻当中的隐形危机 就是跟老公的状况会很像室友 对 就是少了性的润滑 我觉得有差 就是会变成我们两个生活在一个空间里 然后彼此也很爱最方 但是就是彼此也对最方很好 可是就是会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房市不协调 有时候不解释生理问题 心理因素外在压力 导致的心音性障碍也很常见 就要靠新治疗师一一排解 吸气 吐气 你要急急盈盈地养着你的小孩 所以你要急急盈盈地赚钱 那房市的部分你真的是心有余的力不足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在感情中出现了小三或小王 就是孩子有点是宝 老公就一直走开 就是完全不会想跟他有性行为这样子 透过整合性治疗 找出房市的压力来源 为夫妻之间宠然热情 慢入老年之后 身体力不从心该怎么办 树得科大的性学所团队 拿出羽毛要教阿公阿嬷小佩帽 同一个方向滑下来 会不会痒痒的 有舒服的感觉吗 有 有 透过羽毛触感按摩油加温 细细按摩手掌心 用手全力亲密 我们不会用这个 我们会用牵手 会用牵手 会啊 我很喜欢牵手 我们每天都会牵手 每天都会牵手 不睡觉就会牵手 不牵手就牵手 对于长辈来说 只要是牵手拥抱 然后呢 关怀或是抚摸 好 这个都会算是 比较广泛的性行为的范畴 拍拍他 拥抱他 身体的接触基本上 都会是让人家觉得有被安慰到 性学专家邱玉佳指出 老人家的亲密感 在于重情不中欲 不要吃凉的好吗 好 好 要吃水鸡 我来煮水鸡 好 好 无论承认阿嬷说什么 康姆阿公都像个孩子一样说好 嘉义这对八十多岁的老夫老妻 四十年来 鲁一日每天手牵手散步 老板 饭煮好了 好 来吃饭 好 阿嬷说夫妻相处的秘诀 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鸡不可能知道 我们的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肩膀也不知道 阿嬷早年丧偶养育五个孩子 于阿公相恋重组新家庭 低调登记没有办婚礼 在今年才终于圆梦 大唱情歌放闪 一身白纱的阿嬷显得娇羞 阿嬷显得娇羞 那一人要得娇羞 这心情很欢迎 阿公就叛子言 走过四十年的人生风浪 从迷惘少年的叠叠撞撞探索爱 再到中年婚姻历经考验 如今迟暮之年千锤百恋 爱是不悔的初心 伙讯它是对ris 贵 就是 深计 来 逢